国中基策即将要在这个礼拜六登场了 那么第一次北北基要举行联策 所以也会预计有800多名的考生 要从外线市出现了现代版的进京赶考 那么现在包括宜兰就要出动六辆 所谓的撞圆车的那种壮观场面 有好多的学生就一起上京复考了 那么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特别到孔庙 来帮考生祈福也推出祈福典型 别笑看学生的庞大人数 众多的考生首都登场的北北基策中 就要一起反攻台北 宜兰惠登中学堪称是外线市中 考生最多的一局 当天总共有六辆重元车邀进京赶考 外线市总共才800多个考生个别报名 我们惠登中学就占了300多名 另外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特别到孔庙 为考生上香祈福 祝福学生金榜提名 各首都推出祈福典型 祈福典型 祝你金榜典型 不少家长和考生也特别来领取 充满福气的聪明派 福气高 还有顾名思义的包种拿铁 大人是取行协议就是包种 所以就是都是所有的原物料 所有的那个食材都是希望 考生可以进榜 考生不只求好运 中医师也要教大家如何保持好体力 拿些许中药材 勾计菊花绝名子 用600cc开水冲泡就能舒缓眼睛疲劳 或是靠按摩晚上三指尖的内关穴 也有安神的效果 不会让自己太过紧张 尤其这次考场不开冷气 中医师也建议温补的食材别吃太多 以免胜祸影响考试心情